各位老板又见面了 最近美股跌的可以说是血流成河 搞得我呢精神都有点崩溃 好在昨天晚上美股迎来了一个小反弹 所以我又收拾收拾心情 给各位老板再录一期视频 AI工具发展到今天 声音克隆已经非常普及了 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还有很多痛点 比如AI翻唱效果不好 AI朗读文本 经常吞字吞句子 断句也不合理 尤其是数字英文混杂在一起 一读就错 AI修改台词 特别是多人对话中操作太复杂 那么今天我就来一一解决 而且保证用到的所有工具 依然全部免费 我们介绍第一部分AI翻唱 其实也是回应一位老板的诉求 在我的一期节目中呢 我介绍过视频翻唱 当时用到的翻唱软件是C的VC 为了紧坐演示实现简单的功能 我是用说话的声音把它变成唱歌的声音 所以当时的效果非常的不好 如果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录制自己唱歌的音频 大约20分钟左右 然后用到的工具呢 就是replay 这是一个专业的翻唱软件 最近这款软件也是进行了更新 我们打开软件的网址 翻译从中文看一下它的介绍 排名第一的AI音频工具 现在它需要登录一下才可以下载 我们点击登录 入册 用谷歌登录好之后 回到主界面 点击下载并安装 在安装之前 我们在想要安装的位置 新建两个文件夹 分别是replay和replay缓存 这个名字可以随便起 之后我们点击安装软件 选择我们刚才已经新建好的文件夹 点击下载 它会将其他需要的组件下载到本地 下载好之后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 我们将这个文件夹 选择到我们刚才replay缓存的 那个文件夹中 这个也设置一下 然后点击这个模型训练 可以给我们的模型起一个名字 第二步加载我们的数据 就是纯净的人生 第三步 将这两个按钮打开之后进行训练 我为了演示快速 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声音 还是从网上找了一些下载好的歌曲 进行训练 那么我们就需要涉及到对音频进行处理 虽然这个replay也是有对音频进行处理的功能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到我们老的工具 我认为这个UVR5 我认为这款工具呢 对于提取纯净人声效果最好 我这里有一篇帖子详细介绍了 如何获取到声音的数据集 一共也就三部分 去伴奏 去和声 和去混响 我们根据帖子的指引 第一步去伴奏 点击输入的文件 将这四首歌全部选择进去 点击输出文件 新建一个文件夹去伴奏 然后根据帖子的指引 进行设置 没有模型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小扳手 下载中心 下载相应的模型 选择好之后 开始处理 处理完成之后 来到第二步 选择输入目录 将歌曲全选 输出目录 新建一个去和声的目录 并且选择 继续按照图示设置 开始处理 第三步去混响 选择输入文件 输出目录 开始处理 完成之后 关闭软件 打开剪映 将处理 将处理好的四段音频 大概也就是20分钟左右吧 全部拖到剪映里 合成为一段 输出 文件命名 不要有中文 选择音频 导出 格式 为 WAV 打开replay 命名模型 选择一段音频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处理好的音频 将这两个按钮都开启 选择训练模型 模型训练完成之后 点开始推理 上传一段需要翻唱的歌曲 选择模型 开始推理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可以和原因进行比较 再来听一下 已经翻唱好的歌曲 我们将此段音频下载 然后打开剪映 与背景音乐融合 我们下载 我们听下来感觉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至少比C的VC 那个用语音训练成的歌曲翻唱 效果要好得多 这里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使用了崇敬的人声 所以我们训练的时候需要打开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的意思就是 我们使用了干净的人声 这个选项是他会自动选择合适的模型和训练的轮次 第二部分AI克隆语音读常文本 很多本地软件的效果都不尽人意 比如出现多音字念错 2024年如果写数字的话会读成2024 然后还有吞词吞句子 甚至直接跳过一段话 反而是在线的工具比较好一点 下面介绍两个网站 第一个是海螺国际版 我们点翻译 在产品中选择海螺音频 在模型的选择上我们保持默认 而且它每天都会给一定的积分 这个积分已经基本够我们使用了 这里需要克隆一个我们的声音 可以生成三个声音 点击添加上传一段音频 上传之后将从音频样品中去除背景噪音 这个选项给它画钩 命名我们的模型 语言选择这里选择中文 开始转换 您好 很高兴能为您提供配音服务 选择您感兴趣的音色 让我们一起开启声音创作的奇幻之旅吧 回到文本转语音 我们可以复制一段文字 选择刚才我们训练好的模型 这里可以对一些参数进行调整 选择开始训练 周二 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在白宫引发了震动 但莱维特试图淡化股市大幅下跌的影响 我认为 对于可能感到担忧的华尔街人士来说 看看这位总统在第一任期内为你们做了什么 华尔街繁荣 股市繁荣 总统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一些官员也在私下担心 关税会对美国北部边境地区造成不良影响 比如密歇根州 该州汽车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居全美之首 川普去年在密歇根州的选举中以49.73%对48.31% 险胜哈里斯 随着美国城市 尤其是靠近加拿大的城市开始受到影响 人们担心芬泰尼的论据还不够有力 不足以让美国人相信这是征收新关税的理由 又岂止关税 川普的整个政策看上去就像是搅局 上周川普和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围攻被逼上门的乌克兰总统福泽连斯基 将后者赶出了白宫大门震惊世界 几乎整个欧洲都感受到了美国的背叛 同时特斯拉总裁连政府官员都不是的马斯克也拿起电锯对着政府机构开干 不分青红皂白的解雇政府员工 关闭国际开放署等政府机关削减预算 查五角大楼和涉安局的账 卖政府大楼 让依赖政府支付的公民和行业无所适从 这个效果就非常的不错 第二款工具是B减Studio 这个可以无限生成语音 但是它只能训练一个模型 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因为这个软件需要实名制 我这里复制一段语音 点击合成音频 来听一下 周二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在白宫引发了震动 但莱维特试图淡化股市大幅下跌的影响 我认为对于可能感到担忧的华尔街人士来说 看看这位总统在第一任期内 为你们做了什么 华尔街繁荣 武士繁荣 总统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一些官员也在私下担心 关税会对美国北部边境地区造成不良影响 比如密歇根州 该州汽车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居全美之首 川普去年在密歇根州的选举中 以49.73%对48.31%险胜哈里斯 随着美国城市 尤其是靠近加拿大的城市开始受到影响 人们担心芬太尼的论据还不够有利 不足以让美国人相信这是征收新关税的理由 又齐齐也是非常的流利 断句也很合理 最后一部分 我们针对这种剧情需要修改台词的情况 出来了 你要帮忙看一下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个政策不允许 你帮忙嘛 下班以后到这个马路对面有那个村民村很随 你扫他船去 好 这不是主乐吗 小大青 如这个例子 我们要将人物对话的台词进行修改 我为了避免YouTube的版权问题 所以用了一段抖音上的小短剧的剧情 网上大部分是西游记和甄嬛传 还有就是人民的名义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 主要用到的工具呢 是剪映和GPT Solvitas 为什么要用GPT Solvitas 是因为它可以一次训练 然后生成模型 训练好的模型呢 可以多次使用 满足我们日后修改剧情的一个需求 软件已经迭代更新了好几次 目前最新版本是GPT Solvitas V3版 已经集成了UVR5的这个功能 我准备用一段配音做演示 首先我们打开剪映 将需要处理的视频导入 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可以将这段视频以音频导出 点开启人声风铃 模型一般选择第一个 导入需要处理的音频 点击开始转换 转换完成将页面关闭 在Output UVR5文件夹中 将已经处理好的干净人声 拖入到文件夹路径内 点开启语音切分 再点开启语音降噪 处理完成之后 继续点击开启语音识别 打开音频标注 删除不需要的语音 关闭该页面 并且关闭音频标注 点GPT-Sovitas PTS 这里我们不需要管它 点击最后一步 一键三连 这个橙色的框消失之后 我们来到下一步 微调训练 开启Sovitas训练 训练完成之后 点开启GP训练 这一步如果训练完 我们就有了一个 这样声音特征的模型 得到模型之后 我们选择推理 刷新一下模型路径 选择我们刚才 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点启用并行推理版本 开启TTS推理 这个框框需要放入 我们刚才已经切片好的音频 输入音频文本 粘贴一段 我们需要合成的文本 选择合成语音 我们来听一下 你要洗脚 就不能只写洗脚 你要写一一 你洗的是行走在世间的泥泞 捏走的是时间 磨平的棱角和不幸 起初我以为 今天是一个贫寒的夜晚 喊拎着箱子站在我面前 如同身间的清泉 瘟养的一朵花 对你来说是洗字脚 但对于他来说 可能是一张过年返乡的车票 是严冬遇寒的羽绒服 绝症的娃娃 好弱的爸爸 上学的弟弟 和破碎的他 总结一下 GPT-Sovitas这个软件 训练声音模型呢 非常的丝滑 虽然看起来操作步骤比较多 但只需一次点击 训练之好的模型呢 可以多次复用 声音效果也是几个配音软件中 我觉得比较好的 好 今天所有的内容都讲完了 谢谢各位老板的观看 再见